市長的各個自救會的代表 還有蔚教授 還有我們 在地的臨場 跟一些長輩 今天願意播放 出席參加加倫這一場記者會 今天為什麼會開這一場記者會 是因為政治現金放誤的事情 讓各位媒體記者辛苦了 幾天前有承諾大家今天會出來做一個說明 在這邊我宣布 我將投入新北市第12選區 司法委員的選舉 不是講我個人政治發展 是另外一個因為我開記者會通常不講什麼個人政治發展 那種政壇上面我認為比較衝向的事 我明天來講的是很具體的事 今天沒有回答到的你每天要討問都可以 我先講很快的就我個人的部分 第一個事情是說有很多媒體看到交棒 用交棒這兩個字來形容我就覺得很好奇 是誰說是用交棒來形容的 這個我遲到從哪裡來 我非常的好奇 因為事情的經過是什麼 事情的經過是 我對我未來接下來自己的戰鬥位置 我有我自己的安排和規劃 我因為有我自己的安排和規劃 所以我把我這個決定 把我自己的這個決定 我一定先從我最信任 跟我最親密 在一起戰鬥的隊友 告訴他們 我的個想法 那講完了以後 佳倫 好像 我也不知道 地方上有一些長輩勸進吧 然後跟服務團隊的人商量 有一天跑來找我 跟我說他決定要參選 希望我的支持 我當然支持 這麼優秀的年輕人 知道這麼多的事情 在國會裡面服務的態度喔 我講一句比較直接的 賴家倫差的 只是他沒有一個好爸爸 賴家倫差的只是他沒有一個好爸爸 當初呂孫林出來選舉的時候 怎麼沒有人質疑呂孫林 說小姐請問你是哪位 因為 因為呂孫林的爸爸是呂子昌嗎 台灣的政治什麼時候走到這麼墮落的境界 今天我這樣講我也不怕對呂孫林呂孫林有什麼不敬的意思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沒有把一個立法委員的工作做好 所以時代立法要另外拖一個張律師出來挑戰他 我個人是全力支持的 要針對立法院重大的法案 重大的爭議 從實價登錄2.0 到有關於反紅美 到有關於年輕人所關心的 最低工資 呂孫林呂孫林如果覺得我今天講話有對你不敬的地方 我幫賴家倫 跟你下戰術 隨時 後駕 隨時的後駕 那第二個 我會不會略時代力量的部份區 我可以老實的跟大家講 其實這個問題啊 大家比較適合去問時代力量旁邊的公司 過去這兩個月 的確是有非常多時代力量的配合 包括 主席休閒制 要求我列戰部份區 我到今天為止沒有點紅 我說的話我一定負責的 你們可以接下來去訪問顯示 看我說的是不是真的 那為什麼到目前為止還沒有點紅 我歡迎大家 不要用這麼短的記者會的三人兩語 去看 我為什麼要開始全國的學會演講台灣的下一步 我把我完整的想法都在台灣的下一步裡面 用一個主題一個主題一個主題 講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那我有歡迎所有關心這件事情的人 我再強調一次 與其關心華國昌的下一步 不如關心台灣的下一步 這才是真的值得關心重要的事情